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击落14枚一军航空弹 然而二枚JBO39 还是落到了续军B128旅后勤中心的土地上 该地位于大马士格177公里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式飞行员 还对两架准备停降大马士格 和贝鲁特的客机构成威胁 为防止悲剧发生 西里亚政府军被使用防空和电子战武器 大马士兵格的飞行调度员 将客机以离威胁区域 几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 向消息报表示 这是续军首次使用防空武器 自动控制系统应对空袭 该系统能实时将目标坐标 传输给开架弹炮和一防空系统 应对袭击过程中 西里亚高士炮手机时交流信息 并将目标分类整理 S-300防空导弹系统为参加战斗 尼巴嫩政府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紧急投诉 军事专家安东拉夫洛夫 向消息报表示 以色列空军在袭继续 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时 一直使用尼巴嫩空域 安东拉夫洛夫向消息报表示 GBO-39炸弹比巡航导弹更难击落 我们看到尼巴嫩防空 在朝正确方向改进 尼巴嫩空域对以色列空军来说 越来越不安全 俄罗斯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前指挥官 亚历山大格里克夫向消息报表示 使用资本化系统时 防空军关门不用花时间处理信息 只是要跟踪局势发展 判断哪个目标对防御设施更加危险 并下令摧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страш und給楼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